美女中医激受疗防。 颈落按摩,学位刮痧神奇消水肿。 早上起来时脸肿肿的,到了晚上总觉得鞋子很紧,脱下鞋子发现脚肿了一大圈,和一般带有弹性的肌肤不一样,按压下去要过很久才会回弹,这些都是水肿症状。 若非疾病造成的水肿,可能代表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要调整了。 水肿原因 水肿 盐粉摄取过多。 水肿 请尽量避免这类食品。 长时间维持同样的姿势。 无论是坐住或站住,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会让水分累积。 像是晚上足部水肿就是受到重力影响,水分聚积在足部,早上起床的脸部水肿是重力让水分均等分配到全身所导致。 寒冷,血液循環不良。 寒冷,血液循环不良。 血液循環也会让水分容易累积,不容易被血液带走而导致水肿。 而女性又比男性容易水肿,因为女性肌肉通常比男性要少,基础代谢涮也就较差,这会让足部血液回归心脏变得困难,容易导致足部或脚部水肿。 运动量不足,新陈代谢低下。 。 运动量不足,新陈代谢低下,血液循环相对变得不良,就会引发水肿。 。 荷尔蒙影响 。 荷尔蒙影响 造成水肿,如月经来前一周,黄体素分泌增加,连带让新陈代谢降低,体内的废物,水分也变多,造成水肿。 。 。 发现了吗? 水肿的原因不外乎围绕住饮食习惯油腻虫弦,全身循环代谢不好,在中医的观点中,这样的人身体湿气排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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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说要按摩穴道,悄悄经络就可以帮身体除湿消肿,那女中医师自己有没有推荐的方法呢? 以下整理四位美女中医师的消水肿秘移,透过拍打经络,刮痧刺激,穴位按摩,就能够一甩水肿体质,找回窈窕体态 张文心中医师,减轻脸部,下半身水肿的穴位按摩 Check!你是水肿体质吗? 是否常觉得早上小腿比较细,但是到了下午或傍晚开始觉得小腿变胀,鞋子也变紧 早上起来发现自己两颊或眼下浮肿 小腿前内侧用拇指按压三秒后放开,皮肤线下一个小凹洞,过一阵子才浮起来 精前容易水肿甚至可能体重上下超过2公斤 原来湿气虫也和肥胖有关 湿气重的人容易发胖,肉肉松软,而脂肪在中医观点看来也是一种磐湿的表现 常常常容易觉得疲倦,头昏沉香带了帽子或裹了湿毛巾 四肢沉重无力,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 大便稀软,有时不成型或者粘粘的难冲掉,甚至很容易的肠胃炎拉肚子 肠子 肠子在不饿的时候也会叫,中医称为肠鸣,肚子容易胀气 女生分泌物多,甚至时常感染,有异味及骚痒 照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舌头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舌苔 皮肤经常反复湿疹,搔痒,时常起红疹,水泡,雨天加重 张文心中医师在专栏文章中谈到,体内湿气重的人,是健康的隐忧 一旦与外来的湿气里外相合,就更加纠缠不清了 这也是湿气重的人一遇到阴雨天或眉雨季节 湿着阻恶气肌与清阳,时常会觉得头昏沉,提不起劲 很想睡觉,四肢沉重无力,大便便的软颜的排步前进 胃口不好,嘴巴淡淡的没什么味觉 甚至皮肤湿疹发作或骚痒加重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水肿病与肺,皮,肾三三关系最大 身体的水分代谢是透过肺的通掉水道,皮的韵化转输和肾的温化争动等生理功能协调下完成 而中医在治疗水肿原则,有腰以上重发汗腰以下肿力小便一说,在搭配不同病因病机去调理 减轻水肿的穴位按摩 湿性下注,湿气重的人容易下半身肥胖和小腿肿胀 下肢的水分代谢又和皮肾较有关 因此,按摩皮肾,肾经的穴位更能加强消水肿,美化下半身曲线 皮肾,三阴脚 位置,内怀间上方三寸,约四指宽,近骨后缘凹陷处 功效,促进血液循环,改善下肢水肿,此外还可美容抗衰老,调理月经,改善妇科诸疾患,调节荷尔蒙分泌,是妇科药学 慎经,泰西学 慎经,泰西学 位置,内怀间与跟腱连线终点凹陷处 功效,利水消肿,美化小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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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效,营香 位置,在鼻旁五分,平行鼻孔下缘,与法令纹交界处,按压有一凹孔,有酸胀感 功效,按摩本学能促进面部循环,让人容光焕发,消除脸部浮肿,还能有效缓解鼻过敏症状 按摩方式即时机,以双手中止按压至酸胀,左右同时按,一次按摩二十下,早晚至少各一次 无名猪中医师,敲肝经养肝健脾消水肿 脾胃系统主运化,将吃进来的食物化为身体所需的养分与水分 在运行送至五脏六腹,肌肉,骨骼,脑部等部位 如果脾胃功能失调,养分与水分的分配运送就会出问题,如同包裹送错地址,该收的加护收不到包裹,不该收的却因此堆积如山 堆积起来的结果,轻则变成湿气,重则就变成痰 这里的弹势泛制错放在身体各处的各种水分,也就是一般说的弹势体质,而肝脏系统的输泻功能,影响体内各种水分的运行 输泻是指吊唱全身气血,推动水分运行,如果输泻调节不佳,水气无法被推动,就会滞留在体内,造成弹湿体质 按摩眼周明目养肝,过度用眼不仅是伤眼,也会连带伤肝 瞳孔下方一寸凹陷处的四白穴是明目穴,用手指在穴道处轻轻按压 用手按摩眼周穴道,可以加速眼周血液循环,气血通畅,舒缓眼睛疲劳,保留肝气 敲打肝经唱气血,大腿内侧是肝经形筋处,手握拳头敲打可帮助肝经气血运行 罗佩林中医师,似学为瓜沙刺鸡皮经销水肿 罗佩林中医师在女中医给忙碌上班族的第一本养生书中谈到 会觉得局部肥胖,水肿,最主要的原因是经络不通畅,因此针对局部的肥胖可以用拍打,锤打的方式疏通经络,可以修饰局部线条 使用在手臂,腹部,臀部、臀部、大腿,小腿的肥胖 用刮沙的方式,直接刺激腿部穴道,可以消除水肿和瘦萝薄腿 小腿水肿的皮经刮沙法 位置 小腿内侧皮筋的四个穴道 三阴脚 肋骨 地基 阴灵拳 做法 准备一个前镜的刮纱板 将凡视鳞抹在小腿的内侧 将刮纱板与皮肤呈45度角 沿住小腿内侧颈骨的后圆 由远端往近端刮 反复数次直到皮筋发红为止 功效 消除小腿水肿 注意 点我看完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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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通经络 减掉小腿水肿与坠肉 田医民中医师在著作拍拍手中也说明 小腿内侧的足泰因皮筋 足绝因肝筋 调节水分与脏腑 这两条经络走向围游下网上 除了按摩 还透过拍打经络的方式 每天拍五分钟 可以缓解疲劳与肿胀 拍打时可以一起从小腿下方一路往上拍 拍到皮肤呈现轻微泛红就可以了 消除水肿拍打法 消除水肿拍打法 改造部位 小腿内侧 排毒经络 足泰因皮经 足绝因肝经 拍打法 拍打方向 游下网上 瘦身穴位 三阴教学 阴灵全学 以温热水浸泡小腿15分钟 促进肌肉放松与血液循环 导石原硬币大小分量的精油按摩油于手掌上 均匀涂抹于小腿内侧 将小腿内侧分成五等分 由下网上轻拍50下 再换另外一腿 按压三阴教学 阴灵全学 各二十下 促进局部循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